Hello 大家好 我是静宝 我呢 刚从学校回来 大家看我的校服还没有拖 彭领健也还没有来得及信 然后呢 妈妈就突然间告诉我说 明天又要上古证课了 因为疫情的原因 我们已经四个星期没有上古证课了 我真的是既难过又紧张 为啥呢 因为紧张吧 老师让我练的还没有练会呢 这四周都没有上 突然间要上古证课 感觉看那个啥 有点不太适应了是不是 对 早上得八点都得起 不是 七点都得起 七点都得起 然后去接上 是不是 对 很不开心呀 妈妈你头发看着又是乱七八糟的 又想剪头发要告诉我 对 我要剪头发 我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一回来就要告诉我 要剪头发 我也很纳闷呢 头发一长我就想剪 我就留不住 我只要留到 每次就是留到这个长度 然后呢 我总是想剪头发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太长也不好 太短也不好 太长的话 影响脑力 就不聪明了是吧 对 而且特别沉 然后太短的话也不好 太短不好看 臭美的 我等就在这儿就行 肩膀扣上一点点 好了赶紧练吧 小心练不会 明天老师罚你 不让你走 告诉你 我偷偷溜走 那不是溜走的问题 那是骗你自己呢 你都不会 你溜啥溜呢 对不对 不会 但是刻板 那还是不熟练呀 但是我现在好多了 刚才练了一遍 我觉得好多了 因为我之前是 得一个一个看着 而且特别刻板 跟他中痘一样 就得这样 我得看着 看了好长时间 我看明白了 然后呢我才会去弹 而且我每次弹 要不然就是找错因 要不然就是特别刻板 但我现在好多了 现在基本上可以看着书 可以比较凌厉的弹下来 好了赶紧练吧 还有好多小粉丝 都想看你练起呢 你看静宝连手都没有洗回来 大家看一下 写字有多用功呀 手都能 这还算是好的呢 我之前这儿全部都是黑的 手都能搓成黑的 哎呀 可真行 好行了赶紧练吧 我这个时候 我骨折以后就直不起来了 就这个样子 慢的 很奇怪 你看我这边 看这个 是有点 我得我得我得这个样子 然后它才能直起来 要不然这样我就直不起来 所以一般 所以一般我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都发现一个问题 你练琴的时候 我不能跟你说话 我一说话你就没完没了了 就想偷懒是不是 一个小时了我就弹了一遍呀 就是呀 你说你咋这么慢呢 人家本来是十多分钟的歌曲 你一下弹了一个小时 你还说呢 我们班上的 我们班上的都是这样的 赶紧好再来一遍 可能还不瘦呢 再来一遍 要不然明天起不来了都 嗯还要再来一遍 对呀 我把男的多弹起来 其他的都还可以 能弹起来 又跟我讨价还价了 一遍太长了 行吧行吧行吧 赶紧练赶紧练吧 反正明天老是留你 也不是留我了 管你呢 完了 好了 睡觉吧 反正已经练了两个小时了 到时候过不过 可不管啊 老师把你留谈 你就在那好好练 听到没有 好 正好赶紧睡吧 好吧